市長你有跟剛王安通過的地方是關心嗎 關心是一定會啦 但是我也不想在這個時候一直去給他製造壓力 但是你有怎樣 發個蛋給他是有啦 跟他說有行 加油 市長會擔心這衝擊到你2020的總統率 我倒不是 衝擊是就回事啦 我是覺得還是一樣啦 整個事件我是覺得做什麼事情 中庸啦 正道啦 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這個啥 老實講 也許民進黨可以想想看 他如果在北台灣就選到全軍理由 一個大理由就是打過頭 選舉過程當中不就是打過頭 違反比例原則 打到老百姓就在想說這次在幹什麼 我覺得這樣啦 我也覺得到現在為止都動作太大 是司法迫害嗎 沒有 我們還是希望 我每次說喔 我不太願意去批民司法 我還是希望司法是國家的最後一道風險 可以被人民侵入 大運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達到這標準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他能夠進步 市長現在黨內是不是有討論說這個戰場我們現在坐在立法院 有立法院來回就好 不要來燒到黨內證 沒有啦 是這樣嘛 因為他在立法院的問題當然是立法院一定要去回答 所以是這樣啦 我覺得該誰回答該在哪裡處理就在哪裡處理 我是覺得這件事情到現在為止 真的違反一般老百姓的常識 奇怪 這到底我老實講我到現在為止都不曉得發覺什麼事 這是重點 我看我 市長你有跟剛王安通過的地方就關心嗎 關心是一定會啦 但是我也不想在這個時候去給他製造壓力 但是你有 發個爛給他是有啦 那他有啦 那他有跟市長那邊報告嗎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要報告也是 再講 謝謝 謝謝